看山晚报牛志明三人停赛,五人被争调,三人因伤缺席,鲁能夺达11人无法登场,但鲁能依然在主场2比0击败亚太,拿到本赛纪连赛第16场胜利,鲁能的击分达到54分。 提前锁定前4名,拿到2019赛季的亚冠资格,但要想直接进入正赛,还要足起被夺冠。 对于前缘的发挥,李肖鹏整体满意,但他也提出自己的意见。 拜林、吴兴涵和涛尔得力停赛,姚军胜、刘彬彬、李松毅、李海龙和陈哲超被争调,王大雷、齐天宇和翠鹏应商无法出场,李肖鹏在排兵部阵方面做了一定调整。 王同继续出任后摇,刘军帅和刘阳首发登场,刘阳的位置是边前卫,而张池出任右后卫,格德茨和佩莱大当前锋。 鲁能整体的阵容变化并不大,这泰安全媒体记者现场看到,由于天气变冷,鲁能大球场的场地条件并不理想,场地有些不平。 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比赛的质量,从比赛的场面看,鲁能在前30分钟踢得有些杂乱,球员之间多次一脚传球,出现了一些失误。 不过,格德茨和队友的配合默契度明显提升,他和队友能有连续的传球,也曾获得单刀的机会,只可惜没把握住,比赛第31分钟,在刘阳一次对抗倒地不起后, 场边的李肖鹏闲得很着急,他朝着场内的刘阳喊了三声起来,在球门后面,听得很清楚,刘阳显得也有些猛,再后谈到这个细节,刘阳直言,那个球感觉动作不大,但是打到我脖子了,当时我一下喘不上气来,躺在地上。 教练的角度肯定希望我赶紧爬来把球抢回来,也不说自己委屈吧,李肖鹏的这三声大吼,不只是喊醒了刘阳,也喊醒了鲁能全队。 第36分钟,正是刘阳在禁区内精彩,得转身抽射为鲁能打破僵局,这是刘阳的第一个连赛进球,之前他在逐节杯的比赛里曾打进一球,进球后的刘阳怒吼狂奔,这一刻,是一种释放, 再后李肖鹏却让刘阳进入国足亚洲杯备战的50元名单,这个锦球,会让刘阳距离真正的国足名单更近一些,取得领先的鲁能掌握了场上的知识,格德斯的角球助攻击而破门,鲁能两球领先,这时候要太队员显得更为着急,无论是本土球员还是外员,都情绪急躁,在下半场的比赛,李肖鹏先后换上成员, 和周凯冰,而成员的位置是左前卫,比赛第61分钟,李肖鹏专门将成员叫到场边,单独进行了部署,赛后,李肖鹏也成员左前卫不适合成员,但他强调,对抗和对比赛的投入不分须遇,成员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,下半场的比赛没有太多波兰,鲁能2比0拿到比赛的胜利,积分达到54分, 提前锁定压关资格,未来两场,鲁能的目标还是胜利,冲击60分,赛后球员现场,高却敏和坚进到交流着比赛的细节,尤其是脚球的配合,两个人沟通了很长时间, 当球员现场走到城市联盟的区域时,看台上佩莱的海报和意大利国籍吸引了佩莱,意大利人主动走过去给球迷签名,并且是跪在地上,认真的签名,这一幕,也让球迷感动,熟悉的虎动,熟悉的泰山队,熟悉的胜利,期待一直延续下去, 进球工陈吉尔也接过球迷送来的相框,他把球衣给了小球迷,天气冷了,但心暖暖的,连赛接近尾声,这一场只有不到了15000名球迷现场观战,或许,大家都在等着足鞋杯决赛,但如果有时间的话,下场对阵苏宁的连赛主场收观战,期待有更多的球迷到场,今晚赛事战地,接着就要抓住中朝尾巴, 留意11月7日,鲁能vs苏宁赛事,鲁能球迷记的参与以下竞猜活动,丰富奖金等着大家,祝君好运!